至於跟公司那邊,其實我也有個小小的願望的 希望在自己約滿之前,可以拍多一集 我會加一支開心速遞,去交代可能阻止的去向 因為這樣我覺得都對公司是好的 不要經常被人感覺一些角色會被消失 突然間無影無蹤,躍悶有走人 我覺得做人應該有始有終的 所以就算我躍悶了,我也不介意回來補拍一集 可以找潘金蓮,威龍潘金蓮,Anita 演員叫做梁欣,說我們去英國生活 我覺得都可以 我覺得會尊重一部劇,大家的創作 還有,好頭好尾 現在都多了時間的,一來疫症 二來我剛剛Buster又離開了 所以我多抽點時間出去陪陪其他狗 我會去探討帶領養的狗 帶牠們去放牠們上山,去交易公園 牠們跑草原其實真的很開心 我見到牠們開心,我自己也很開心 其實跟狗相處是很感受到愛,很感受到正能量 我亦都被牠們感染了 所以呢,有一次機會有個狗義公在垃圾堆附近 就撿到我,Jojo 其實我現在剛剛新領養的全黑色的糖狗 我們基本上一見如故,我家人見到牠都很開心 牠很快就已經融入了家中了 最後再說一句,其實領養一定比買寵物好 因為很多買家或者寵物店牠們的衛生情況 或者人道的問題 關門之後,我們是無從得知的 現階段我看到管理的措施未去到那麼完善 是可以保護小動物 所以領養就會沒有這個問題 亦都直接去令到一些被遺棄的小動物牠們得益 好 最充飞了 最充飞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